来了客官 叮叮叮深夜特别专烈已经进站 请各位乘客排队候车 由于本趟列车的特殊性 车票不退不换 请乘客们注意登车时间 切勿错过一年一度的狂欢之旅 话不多说 死亡列车发车了 热火朝天的派对上 肯定在其他人的安排下 拥有了接近女神的机会 他迫不起待地听着艾娜的指挥凑近 房间内灯光昏暗 肯定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对 直到多格带着兄弟们冲开房门 手电筒照亮了床上的人影 肯定才看清眼前的人 居然是一具尸体 胸膛上被解剖的痕迹历历在目 肯定瞬间被吓得语无伦次 多格和小莫等人不停嘲笑着他 直到他被床边的沙曼死死缠绕 才有人意识到不对 救护人员赶来时肯定已经精神恍惚 派对上所有人员都在接受警察问话 艾娜试图说出真相 却被多格来下 被威胁的艾娜只好保持沉默 随着时间推移 大家逐渐忘掉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艾娜也和小莫成为一对甜蜜情侣 眼看他们这届学生即将毕业 有人组织了一场万圣节派对 聚会地点选在一辆列车上 即将上车时 艾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影 那人穿着兔子玩偶服 悄无声息地混在人群里 完全不和其他人互动 直勾勾地盯着艾娜的背影 觉察到身后令人不安的目光 艾娜将事情告诉了身旁的男友 直直小莫再回头时 兔子已经消失不见 这时艾娜想起自己的海盗帽眉袋 取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个古怪的魔术师 这人竟然能够瞬间消失 艾娜看得一头雾水 在乘务员的提醒下 她才拽着闺蜜登上列车 但还有人在月台上追逐打闹 蜥蜴人抢走了小丑的橡胶女佣 两人为此在铁轨间来回穿行 已经气喘吁吁的小丑停下脚步 突然一根冰冷的铁棍 瞬间贯穿了男人的肚子 小丑强撑着身上的剧痛寻求帮助 可惜今天是万圣节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套特殊装扮 做过了最佳抢救时机 小丑在众目睽睽下失血过多而死 很快她的尸体被人拖走 鲜血在地上突出一道蜿蜒的痕迹 人群中竟然隐藏着邪恶杀手 而这群大学生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 气敌声划破无边夜色 乘务员没有发现任何不妥 事宜列车可以发动 藏在小丑府里的杀手已经混进车厢 她一来就发现了落单的艾娜 女孩并不知道衣服里面的人已经不是朋友 但她感觉有些奇怪 小丑拿着一把不知真假的水果刀 艾娜以为她要恶搞自己 丝毫没有要躲的意思 脸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有其他人出现在车厢里 似乎不想打草惊蛇 杀手紧急停下所有动作 看着目标从面前溜走 艾娜来到酒吧车厢 刚才在车下见到的魔术师上来搭话 艾娜很好记男人的小把戏 但这是商业机密 魔术师不愿意随便透露 艾娜也不想和她多说 端着两杯酒去贵宾室找男友 谁知她刚一进门 就看到小莫躺在地上 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旁边更是流着一滩吓人的鲜血 艾娜惊恐地尖叫起来 躲在柜子里的多格 却拿着手机出现 原来这是两人策划好的恶作剧 另一边的小丑正在寻找新目标 她打算对落单的闺蜜下手 结果被四处游荡的蜥蜴人打断 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 小丑决定先解决这个烦人的对家伙 蜥蜴人还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 主动走进了狭窄的卫生间洗手 小丑趁机尾随将房门反锁 拿下第二个人头后 小丑决定换上蜥蜴人的皮肤 将尸体正在满是血迹的卫生间 她隐藏好自己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 此时 魔术表演已经开始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魔术师身上 艾娜作为幸运观众一起上台表演 两人的精彩配合赢得一阵之掌声 但是台下的小莫正在和其他女神勾肩搭配 这让艾娜心里有些不舒服 魔术师的表演越来越疯狂 派对的范围逐渐到达顶峰 中场休息时 魔术师邀请艾娜去后台喝一杯 她正在生男友的气 毫不容易答应了下来 不过魔术师倒没有什么触格的举动 她只是不理解 艾娜为什么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那个多格看起来可不是什么好人 艾娜解释 对于家境不是太好 又不至于依靠蒋雀金度域的人而言 参加联谊会有不少好处 但魔术师还是不喜欢那些男生 甚至还说应该发生一级火车事故 让所有人上七天 这让艾娜格外生气 她怎么可以这样诅咒自己的朋友们 艾娜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路上 她又遇到了已经微醺的闺蜜 女孩端着酒杯准备攻略新的目标 在此之前 她要去卫生间打扮一下 可卫生间不知为什么打不开 乘务员只好先让她用别的卫生间 自己则用钥匙从外面解锁 一开始她以为是恶作剧 但是地上的男孩一动不动 乘务员上前试探她的生命体征 才发现此人早已凉痛 火车上竟然出现了尸体 她连忙将门重新上锁 但去向列车长报告 列车长听后波澜不惊 表示那些都是孩子们的恶作剧 不信你等一会儿回去看 里面肯定已经一干二净 乘务员将信将疑地坐在凳子上 列车长四处寻找时间替她清洗血迹 等收拾完自己 她迫不及待回到出世的卫生间 只见里面确实空空如也 就连那些建在墙上的血迹也不知去向 看来列车长说的没错 就是这帮小男孩在捣乱 她真是要烦死这种节日了 抱怨的话还没说完 杀人狂魔就找上了落单的闺蜜 这次醉醺醺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 她爬进狭小的卧铺 直接压在蜥蜴人身上开始调动气氛 对方倒也积极给出反应 直接将闺蜜按在身下 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场景无敌惨烈 剧痛让闺蜜不停尖叫 可她被死死捂住嘴巴 没叫两声就彻底断气 谁都没听到这小小的糟动 就连艾娜也在忙着酒吧车厢和人聊天 乘务员给自己舔了一杯压压惊 刚才看到的尸体格外逼真 她差点就要用手机报警 可是车里根本没有信号 但眼下这具尸体凭空消失 仿佛一切就是一场玩笑 艾娜以为这是多格的拙劣玩笑 连忙去质问男孩 可这次多格打死都不承认 这件事也确实不是出自她手 艾娜根本不信认为多格一直在脚骗 气愤之余 她离开酒吧寻找男友 小莫正和美女在贵宾室私混 好在关键时刻她守住敌尽及时离开 不然艾娜就要独自面对凶恶的蜥蜴人杀手 杀人狂正要拿出鲜红的水果刀 突然出现的小莫让蜥蜴人不得不放弃 可男友一阵缠绵后 艾娜才想起好久没见到闺蜜 她在列车上四处寻找 却发现了好友的尸体 和艾娜在一起的乘务员也意识到不对 但这里荒郊野顶 整条铁轨上都没有信号 他们根本无法通过手机向外界寻求帮助 让人快步回到魔术现场决定通知大家 谁知一进门就看到小莫倒在地上 刚才的精彩表演让现场十分热闹 魔术师当着所有人的面消失 也正是这一瞬间 小莫被人偷袭 脖子上的血管被残忍割开 鲜血此刻正顺着他的指缝喷涌而出 多格发现后试图把血止住 可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见男友小莫在极度痛苦中逐渐硬气 一旁的艾娜无法接受这个恶号 多格更是慌张无比 他听说艾娜闺蜜已死 瞬间意识到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 他二话不说拉动火车的紧急装置 大家被突然的刹车晃得左右摇摆 有人认为是多格故意捣乱 上前和他争执起来 多格此刻根本没心情吵架 直接给高礼貌来了一圈 男人终于注意到地上的尸体 但他也以为是恶作剧 却听到艾娜反复强调着他的真实性 一瞬间 人群立刻陷入恐慌 列车长和乘务员联盟维持秩序 他们拿着名单准备清点人数 艾娜在一旁和多格窃气私语 精准的第六感告诉他 今晚的事一定和捉弄肯尼的恶作剧有关 多格听后如坐针毡 既然凶手能在人群中杀死小莫 那也能神不知古不觉地杀死他们 为了保险起见 多格带着艾娜躲进贵宾室 他们将四处的房门紧锁 确保不会有人闯入 艾娜的大脑飞速运转 他想到了最初的小丑 凶手应该躲在衣服里混进人群 或者是那个魔术师 这个男人自从上车后就表现得奇奇怪怪 艾娜想到魔术师说过 希望这列火车发生事故 好让所有人全部死光 这下一语成衬 凶手不是他还能是谁 但真的有笨道会刺爆的凶手吗 多格胆小如鼠 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房间 艾娜受不了他这种懦夫行径 毫不犹豫地离开房间去通知其他人 路上 他遇到了同样在搜索凶手的乘务员 艾娜连忙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对方 乘务员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决定带他去找列车长和魔术师对峙 二人刚刚离开 躲在贵宾室的多格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在当年迎新会的录像里 艾娜引诱着一无所知的肯定亲吻尸体 这个发现说明 凶手就是为了当年的恶作剧来报复他们 多格虚张声势地说着自己根本不怕 但颤抖的双手还是出卖了他 就在多格盯着手机出神时 蜥蜴人不知从哪出现 直接用锋利的匕首割开他的动脉 另一边 艾娜和宠物员在列车长的带领下来到后台 本应在房间里的魔术师不尽踪影 地上扔着一套沾着血迹的蜥蜴人服装 看来他已经再次得手并换掉了衣服 如果凶手真的是冲着艾娜等人而来 他后面一定还会再次动手 而下一个目标就是艾娜 大家准备利用这个规律在贵宾室暗中买付 说干就干 列车长却让暂停的火车重新启动 另外两人回到了贵宾室 只是房间里的多格早已死翘翘 坚持是没人来开门 乘务员用钥匙从外面开锁 但映入眼帘的是一创蜿蜒的血迹 他跟着标记打开衣柜 眼前的景象让二人尖叫不已 这个夜晚实在太过疯狂 转眼间艾娜就失去了所有朋友 此刻他感觉身心俱疲 只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乘务员把他安排在一间卧铺 自己拿着贴府守在外面 不远处传来一阵玻璃碰撞声 会不会就是凶手 乘务员连忙握紧铁府 寻至声音寻找 结果只是两个倒在桌上的玻璃瓶 真正的凶手早已套在小丑面具下摸进房间 他用力攥了攥手中的消防服 二话不说就劈向蒙着毛毯的座椅 结果藏在下面的竟然是小胖的橡胶女友 看来艾娜早有准备 不过凶手倒是真没有想到 一下子就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艾娜趁机将他推开冲出房间 但是没跑多久 他就因为不熟悉地形被小丑抓住 凶手死死攥着艾娜的脖子 羽孩巧妙地用装死让凶手放松警惕 不过凶手的智商还没有下线 他一把将艾娜的耳环拽掉 果然女孩吃痛的哀嚎袭来 肾上腺素飙升的情况下 艾娜举起一旁的灭火器遮挡凶手视线 再趁机冲进房间里的铁丝网 虽然凶手无法进入被反走的安全屋 但他会借助工具搞破坏 正着将凶手撞倒 艾娜飞速逃出房间 可他刚来到走廊上 身后就响起熟悉的声音 肯尼竟然真的在车上 他缓缓接见艾娜将其抱在怀里 低沉的嗓音回荡在女孩耳边 让艾娜感觉自己浑身血液都已经凝固 他不停向肯尼道歉 男孩却不在意这些 一心想要艾娜兑现当年的承诺 是的 他依然想要得到女神的相吻 艾娜文言缓缓凑近 却发狠地咬破了肯尼的嘴巴 剧痛让男孩暴躁起来 他痛斥艾娜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女孩子指责他杀死了其他同伴 两人的对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直到一声枪响结束了他们的歇斯底里 魔术师出现开枪打死了肯尼 列车上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 乘务员带着艾娜去卫生间收拾身上的血迹 女孩回想着当年发生的一切深感后悔 如果他们没有做出那个恶作剧 今天大家还会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 艾娜悲伤地翻看着合照 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肯尼根本就不是凶手 他是一开始出现在站台上的兔子玩偶 整个晚上都在和大家一起狂欢 艾娜的手机记录了一切 现在唯一有嫌疑的就是开枪打死肯尼的魔术师 他一定是想找个替死鬼 艾娜拿起消防服决定和男人对质 谁知却在后台的魔术箱里发现了他 魔术师竟然也不是杀人魔 那凶手到底是谁 两人只能向列车长求助 女人听后让乘务员去找魔术师的手枪 自己则陪艾娜留在这里 可他们并不知道 真正的凶手就在眼前 随着房门繁琐 列车长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正是肯尼的母亲 之前那场恶作剧 让他唯一的儿子精神失常 目睹孩子饱受折磨 他内心燃烧起熊熊热火 发誓一定要抓住这群小兔崽子 为肯尼报仇 可如今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肯尼竟然被魔术师杀死 这让列车长难以接受 准备不惜一切代价 拉艾娜垫背 借艾娜重伤倒地 他打算将女孩扔下火车 此刻拿到手枪的乘务员返回 在门外目睹了惊险一幕 列车长耀武养威地扔下子弹 地上的艾娜抓住他分神的时机 起身将笔手刺进列车长体内 真凶终于找到 火车上的大家从危险中脱身 等到列车到战后 警方联邦封锁现场开始调查 艾娜惊魂未定地望着一切 却不知 她的恶梦远远没有结束 本片作为上映于2022年的 加拿大恐怖片 其实翻拍自1980年的原作 对比42年前的作品 本片在剧情上 还是做了比较大的改动 或许是为了不让看过原作的观众们 一开始就猜到凶手 并去调整了杀人狂的身份 让原本癫狂复仇的肯尼 变成了一个缺爱的小男孩 小兴并不喜欢这个改动 感觉让原版人物失去了很多魅力 不知道你们能否接受这个变化呢 如果有没有看过原作的客观 欢迎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一探究竟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一部评论区和小兴闲聊吐藏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兴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